果然演技是对黑料最好的回击 去年暑假 王楚然因为和杨阳主演的《我的人间烟火》 惨遭全网黑 因为许亲的恋爱恼人设不讨喜 所以获得了白周姐的称号 一时之间 耍大牌和爱翻白眼的黑料都来了 所以又被人称为白眼姐 以至于后来她拍新剧被拍到 都是保持微笑 特别注重表情管理 如今柳周记的热播 王楚然算是彻底翻身了 身材高挑 长相古典的她拍古装 完全就是在舒适区 大气明媚的长相 1米72的身高 很适合美丽又不娇气的柳棉堂 追剧观众都开始沉浸在她美貌中了 如今王楚然资源也是好起来了 以前都是女二女三的角色 现在基本都是女主了 带播剧 有搭档谈剑刺的都市剧 爱情有烟火 还有一部杀青不久的古装剧 风影然梅香 改编自秀堂小说 尾送杀手日志的古装爱情剧 由郭敬明指导 王楚然和李鸿逸领衔主演 这部剧刚拍摄时 就出现了粉丝私翻 尤其是李鸿逸粉丝不满意 自家 郑主被王楚然压翻 李鸿逸是1998年出生的 比王楚然大一岁 早期通过湖南台综艺变形记 进入大众视野 后来成了演员 也有多部播的还不错的男主剧 像天雷一部之春花秋月 恶魔少爷别吻我 少年歌行等等 实际满满 王楚然也有不少出圈的角色 但之前多半是配角 像将军在上的柳西音 清平月的张贵妃等等 播出的女主剧 只有我的人间烟火 和柳州记 这两年上升速度很快 风影然梅香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 具有双魂的古怪少女安久 在历经磨难后 从平凡少女 成长为皇家女特工的故事 王楚然挑战双重人格少女 是顶级杀手 也是名门闺秀 其实设定和柳棉堂挺像啊 是聪明贤惠 端庄漂亮的瓷器店生意老板娘 也是英姿飒爽 身手不凡的女债主 女主在这个过程中 遇见了少年将军楚定江 两人逐渐走近 并发展出深厚的情感 烽火将起 人人坚守心中所念 少年将军燃心中志 是要定风波 整部剧是一部级爱情 成长和悬疑元素于一体的作品 此外 其他演员看到不少熟人 比如因为说要退圈 一度登上热搜的古装男神徐正希 还有演过《青青日常》 坠绪等剧的张小辰 演过《未有暗香来》 《化遣父亲》的张磊 演过《清平月》的《编程》等等 也有好几个和郭敬明多次合作的 男二号延安拍了郭敬明指导的《大梦归离还没播》 欧米德、佐叶、艾米都演过《云之雨》 李温汉正在拍郭敬明新剧《燃霜为咒》 郭敬明的剧就是《美女多》 他曾说想留住20多岁演员最美的样子 王楚然一身红衣美出了新高度 发量特别多 女二号新凯丽是2001年出生的小姑娘 还有《与君初相识》扮演小蝴蝶的胡逸玄 少年歌行扮演叶洛伊的戴燕妮 童年女神董玄 新疆美女哈妮克兹 而且又看到古装女配常客的艾米勒 16岁已经出道10年 这两年出演了《大量余政》 郭敬明和尹涛古装剧女配 早已刷了个脸熟 正是满脸胶原蛋白的时期 还出落得亭亭玉立 每次演女配都要抢走不少风头 着实貌美 制作精良 演员阵容强大 有望成为热门剧集 值得期待 柳州记男三来头不小 学精剧出身 上过春晚 庆余年里只露了双眼 有博主出了一期视频 大意是说 今年暑期档没有爆款剧 哪知评论区 清一色在推张婉逸和王楚然主演的柳州记 珍报还是粉圈的自嗨不去深究 但这部剧整体水平确实不低 男主帅女主美 演技在线 全员都是正常人的智商 美术总监是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会长 置景 构图都很有质感 成片唯美 镜头语言功不可没 实景拍摄也上了大分 山川瀑布 庙堂丛林 随手一截便优美的宛如一幅山水画 马戏 打戏 都是主演亲自上阵 在绿幕抠图时代 用心程度肉眼可见 这部作品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南三号赵全 赵全与男主崔行周是表兄弟 亦是发小 男主上前线 他提供粮食补给 男主追欺火葬场 他在中间牵线搭桥 世袭侯爷 他并非不学无数的顽固子弟 有精湛的医术傍身 懂得尊重女性 被女二贺真的哥哥算计 硬生生把自己手扎得血肉模糊 也没趁人之威欺负贺真 媳妇落跑了两个 他也没仗势追究 淡然的一笑置之 甚至自己几次三番拿出来当笑料自嘲 人设很讨喜 承担了喜剧效果 耍饱逗乐 不觉得做作 是抽象派画家 与崔行周聊天时 一言不合就作画 画得乱七八糟 但别说 还真掌握了人物精髓 被贺真绑了后 嘴里塞了布条 情急之下欲解释 低头便吐出了口里的布条 剧粉瞬间感觉到 智商得到了尊重 反套路 果真是一个不吐不快 演员乍一看不帅 但多看两眼 竟然有点魅力 术官发型清爽俐落 个子高 身材匀称 仪态很好 坐卧例行 颇有几分古运 有世家子弟 该有的清俊和贵气 扮演者叫张池 一个多边形演艺人才 92年出生于辽宁沈阳 六七岁开始学京剧 唱老生 鞋带都不会记得年龄 就开始把腿放在把杆上 压腿练童子宫 中途一度坚持不下去 跪着求妈妈别练了 但妈妈 把她打退堂鼓的冲动掐灭了 春去东来 寒来鼠往 一练就是整整九年 到了考大学的时候 她按班就班的考戏曲 对应的中国戏曲学院 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16岁的她嗓子进入岛仓期 京剧专业没有考上 只能改学曲剧表演 大学期间 她多方向发展 说相声 演话剧 演舞台剧 粉丝叫她老头一开始不明所以 回看她二十出头的模样 瞬间了然于胸 她真的有点少年老成 青涩长布衫一穿 发型是板寸 说是40岁的中年大叔 也有人信吧 毕业后 张池进了北京曲剧团 期间一直安安心心地在小舞台上表演 跟着团里的老一辈艺术家磨练演技 中途还拍过央视一个讲述戏曲的纪录片 二十岁的她成熟老练 面对镜头侃侃而谈 全然没有年轻人的物欲和浮躁 就像一个老艺术家一样 多才多艺 注定将她从小舞台推向了更广阔的舞台 2020年参加星光大道 一举拿下年度亚军 更多的人关注到她 是因为次年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学戏剧的人改工喜剧 效果竟也是那般好 与蒋龙搭档直接斩获年度总冠军 走红之后 她的资源飞升 短短几年 上过江苏春晚 湖南卫视元宵晚会 2024年 更是迎来了她的春晚首秀 与蒋师萌 张若南等 一起为全国数益观众表演了小品 那能一样吗 从2022年开始 不断有影视投资人向她递来橄榄枝 她开始尝试向大小荧幕进军 光是今年一年 已经有三部她参加过的作品播出了 大部分都是跟她形象气质很接近的配角 自带搞笑属性 像是李宪 周宇童演的春色季情人里 她演男二号催哥 出场像个黑老大 一身黑西装 不苟言笑 身后跟着三五成群的小弟 名字还被误会成催哥大佬 分为拉满 可实际上是个脑回路轻奇的钢铁直男 她是一名中医 别人跟她聊天 不自己找点毛病压根都聊不上 但她又是一个特别尊敬女性 知冷知热的好男人 与万鹏半眼的膝下 CP感满满 二人有不输男女主的人气 紧接着 她成了庆余年第二季里的金歌 黑旗的副统领 面罩遮脸 杀伐决断 威武而有神秘感 她的性格与形象 有着巨大的反差 把范贤当爱豆 在深山老林里 完成了指派的任务后 神秘细细地从兜里 掏出一本诗集 让范贤签名 得知眉莫二话不说 就把手割破了 想以血淹没 听到林相有茶水替代时 又默默收回了流血的手 全程盔甲裹身 戴着与铠甲同色的黑面具 贡献了密集的笑点 但只露了两只眼睛 属于无效演出 不过 导演设计了一个 她不小心自掉面具的名场面 既增强了喜剧效果 又让大家知道了 金统领是张池饰演的 不得不说 张池的戏录还挺广的 不管是现代剧 还是古装剧 不管是斗趣人设 还是高冷人设 她都有刃有余 有了催哥的反差 甚至感觉她 也能演黑帮老大 这种冷酷有气场的角色 为了上镜好看 她努力瘦身 如今明显比她搞喜剧的时候 更加轻瘦了 加上有多年戏曲功底 仪态端庄 张池有度 古装戏服一套上 还真有几分随性自然的帅气 戏外是个潮男 花里胡哨的衣服 在她身上竟然不违和 扎个小啾啾 也不会显得娘 穿上私服后 比戏里更显年轻 网友跑到她的社交平台上调侃 哥原来你这么年轻啊 还以为你已经四十多岁了呢 在她身上你会发现 帅是一种气质 有时候比五官有多么绝更重要 她演的从来不是Buff 叠满的高光人设 但她总能 把角色塑造得让人印象深刻 自带人格魅力 哪怕是小配角 惊鸿一瞥 也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按她这个发展势头 将来必定会大红大紫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